MG GT-R 今天又在YO7要排另外一台猛獸 台灣AMG GT-R就已經很少了 有改的GT-R應該就更少啦 他在立保確定真正的成績 如果有敢開的 我們來一個改裝車對超跑 走橋啊讓他教訓你 欸這個只改頭段耶 你幹嘛改姓啊 他對人的聲音 喔好燙喔 不行啦不行啦 喔喔我 type自己 嗨歡迎回到NA.CH99 我們今天又在YO7要排另外一台猛獸 台灣呢AMG GT-R就已經很少了 但有改的GT-R應該就更少啦 你看這樣 我們今天拍過一個GT-R-PO的短片 我收入到我一句話也沒講到 就只是這樣閃開來 流量很好喔 我只需要這樣 喔 流量超好的耶 那我們這集我們可以這樣嗎 從頭到尾不要介紹這樣 我們要看著GTR Pro 它來 它這台GTR啊 台灣數量 終究這個車還是非常稀有 有改渦輪的 你們應該想不太到 而且 後驅改渦輪 這東西到底用不用得到 最好的答案 就在這台車上 目前它在力保的成績 有認證過的是149喔 嚇死人喔 它那時候149的話 還是用它一百兩百五秒三的 程式下去跑而已 就還不是更激進更快的 因為這台車目前啊 它的一百兩百是 成績來到四秒七 然後它這個車主啊 打算冬天再來刷一次它自己的秒數 然後用四秒七的成績 而且這個車主不光是力保快 它這山路 它也是非常有名啦 就是如果我們有這種 就是集合玩 然後一起去跑山的這種 基本上也都知道這台GTR 它的山路也是快到靠北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在高速公路 聽說都八百到三百嘛 不一定有時候有出國有到遠一點 德國那種是沒有限速的地方的時候 是可以到三百四五五六之類的 這麼快 我印象中是可以開到三百多 是一定沒問題 對三百多一定是沒問題 三百多一定是沒問題 就連我們的阿國之前在高速公路 遇到它也被它拉掉 被它虐慘 可是阿國已經很 在高速公路是很吹的那種 它已經可以吹到三百不收油 一直幹著的那一種 其實你畢竟排量大 動力大 然後它又是又更寬 所以它更穩 怎麼算的話 這台的優勢都是在M4之上 然後它本來就是賽道車 所以它在不管在山路賽道 甚至是高速公路 基本上它就是已經 我覺得是很無敵的現在 不要說玩虐M4 我覺得以目前市售車來說 很多超跑在高速公路上 可能也都不會是它的對手 欸我目前真的還沒看到有超跑車主敢開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命貴嗎還是怎麼樣 我目前都沒看到超跑車主說 你敢真的說 噢噢噢噢 辣到什麼三百多這樣子 沒有 大概一百七八 欸不行了 要收了要收了要收了 我的右腳要 如果有敢開的好不好 很快的超跑車主 資訊我 我們來一個改裝車對超跑 我們這邊出個三到五台 你們那邊也來個五台 我們五台你們五台啦 不要說我們不給超跑機會 給我們這些 遮死碎一個翻盤的機會 走橋啊 讓他教訓你 那這台車呢 我們看一下引擎蓋 好 喔它原本是這個顏色欸 欸扭柏林綠欸 然後重點是它引擎蓋這一塊啊 也是全碳纖維的喔 哇靠 這他媽打開要多搞 不過這引擎蓋真的有長啦 喔它這一面也是碳的啦 對 喔你看這聲音 對喔 這就是我們要的啦 然後它的渦輪啊 目前是用了兩顆G25的660 搭配上高的量進氣 然後也改了WT的中冷 然後做水噴 然後電腦去做YOC的鑽血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達成 100 200 4秒7的 它還有頭段啊 喔對它有改鋼牌 然後中尾段是原廠 很神奇 我剛剛他們在移車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這個 我覺得超級荒謬 就是怎麼可能 這麼帥的聲音 就是這個聲音 超級誘人 非常好聽喔 其實AMG大家都會 因為我們也都會看大家的留言嘛 大家都嫌AMG的V8就是那個滾水聲 可是它的聲音不是 它那種隨便帶油門就超薄的啦 棒棒 對 以前聽過S6 就很像那種12缸的聲音 欸有一點點 可是它也是V8 就是我剛剛聽它那個 而且它只換了頭段 它的中尾是原廠的喔 原廠的 它那個原廠好像就是蝦子 蝦子 然後它的原廠中尾段就是鈦合金 所以你看GTR 其實它的用料也是有 和一般的GT GTS GTC 都是有不一樣的 因為像前期的GT GTS 我印象中他們都 車體也比較窄 對沒有那麼寬啦 所以你像GT或是GTS 比較前期的你想要改 他們的一些空套是上不去的 對不一定上得去啦 包含一些後下有的沒的東西 我不知道車群行不行 但是蠻多東西是不通用的 因為它更寬嘛 就是你到GTC跟GTR這些東西之後 它的空力套件也變了 輪胎也可以更寬啊 什麼東西的 那我們往旁邊來看 因為車主啊 它是非常熱愛賽道的 所以它輪胎是選用 米其林的CAP2R 米其林的CRS 有有沒有看 車子充電站最新的那支影片啊 我們有做完我們的試調一下 當天我們會員賽道日 最多人的選擇就是CRS 對但是我相信 因為這個車主的話 我們沒有什麼 好跟它含Code 對因為它成績就是在那裡 對它是用什麼 CAP2嗎 R CAP2R是和CAP2 完全又是另外一個 對因為R就更肥 更趨近於賽道用胎 對 這個也是原廠的 對原廠的 然後啊我們看 原廠也都前後逃殺 然後我們外觀部分看到 基本上都還是原廠的 它這個尾翼不是吧 這原廠它 原廠GDR的尾翼啊 那這個咧 這個應該是Pro的 它只是另外加裝的 另外加裝Pro 它後面也是CAP2R 然後它有後輪轉向 好像只有R才有是不是 對應該300多 是300多啊 可是這335耶 335很大耶 很寬耶 原來連大扭都也345 那它後輪用上了335的胎 335 3020 好扯喔 好大條的335 3020 CAP2R的輪胎 然後啊 GDR除了原廠有這支尾翼以外 車頂也是變碳纖維的 其它一般GT不是 GT都不是 然後排氣管啊 我覺得這一點很有特色 它變成是三粗 中間一支大的 旁邊這裡的也還有兩支 欸真的耶 原廠就是這樣設定的 主要算是 一般GT改不了的刀啦 除非你特別去用排氣管 而且你看 怎麼確定一台車有沒有在配 它這裡顏色不一樣啦 好不好 很吹 這裏就是那種 高溫廢氣 把它吹黃 吹到有點 那個嬌嬌的那個感覺 然後這台車 其實目前最誘人還是那個聲音 我沒有想到GT啊 它改個當派這個聲音 就已經 這麼 我很喜歡啦 很驚艷很點 然後後面就是我們看到的水噴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很帥 它水噴有安全帶 欸這個是他們幫它訂做固定的嗎 固定的啦 這麼帥喔 這算很細心 然後原廠這邊有選一個防滾龍 然後還有MG GTR的賽車椅 因為這個車主算是開車會搖來搖去的 所以它走山路什麼的 所以它的這個水噴它有 拉在防滾架上固定 然後這邊有自己車了一個座 可以去固定 然後AEM的幫扶 欸可是我覺得你看 像他們還做這個支架出來 我覺得是有用心的 它可能覺得就是單靠下面 那個座去固定可能還不夠吧 可能在它這麼激烈 抄架的橘子下 可能是受不了 我覺得這個在開 嘴巴應該也是需要很長家 它這個桶子也比一般的大啊 像我們之前看到那個 有的什麼細細長長的 欸小小一個而已 或是一個這樣子 它這個明顯就大很多 好那我們來聽一下聲浪 這個聲浪真的很屌 我可以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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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那裡 音樂 OK 那就來聲浪了 閥門開了 哇 操 你媽 不講一下 這個只改頭段欸 你幹嘛改姓啊 我覺得它跟一般的GT的聲音 這是完全不一樣 尤其我覺得它原地踩的聲音跟 這已經很猛欸 在移動聲音又不一樣 我覺得它在移動聲音更炸 可是我覺得它那個飽的程度 還有引擎的反應 跟一般GT反應不太一樣 對啊 就是因為阿俊有開過 小阿虎子車嘛 所以就是你也知道說 那個車子開起來 原本的感覺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開出去 但是其實 那光我在空吹的那個 點油門的那個感覺 這個反應好好喔 對啊 因為這是R嘛 它本來就是可能更激進一點 更純粹一點 所以這台車又是有在升級 有在改上去 幹這個聲音 我覺得在移動起來的聲音 更兇 因為你原地踩 其實沒有辦法說真的 到很高轉速啦 那如果你真的在開的時候 哇 真大聲 我覺得大聲也是其次 我覺得主要是很好聽 有夠兇的 好 那現在外面 他媽的剛好 雨下也有點停了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 待會就去試車 只能稍微溜一下啦 因為畢竟這是後驅 這個 我不想要買一台冰室 也不是買一台冰室的問題 這個是A下去 我們兩個就要白做了 我們要白做好一陣子 我們生活頻道也要停更了 一切花費都停更了 阿全 我們那個共體時間 OK齁 8個月沒有薪水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 剛剛說共體時間 你現在是怎麼樣 可以嗎 OK嗎 來 講給大家聽 OK OK 很不厭 那我們來去試一下車 我們收到 商尼哥的邀請 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手印 支持一下麥可哥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超跑巷 超級好看的 菜色的B-Raw給大家 胡姐要來個滑子嗎 我不會投耶 沒有 大家不知道不要投耶 目前已經看到了 譬如說像 看你好吃啊 或者是NC君這些 好 酷炫啊 對 我們拿票 對 我們拿票 What's up啊 邦哥 他這幹你你啊 我剛才講話 不可以這樣 開燈啊 台北T的朋友們 幹你你啊 這聲音超好聽 哇 這聽起來真的就很不發缸啊 就很12缸的感覺 對 它這裡擋那聲音 好凶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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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很好轉耶 好轉 它有後輪轉向啊 它開起來很輕鬆欸 比我想的好開很多欸 這個方向本來蠻扎實的 現在換檔我覺得沒有那種很 這樣呃呃的感覺 就是不會很 反應慢慢的 對對對 噢 幹你 超兇欸 就不能都在看欸 哇操 噢 幹這聲音好好聽喔 他媽只改一個頭段太扯 哇 其實 哇 這底盤 難怪人家他媽的 說這種GT在晒到超級猛 你開你就覺得整個很戰鬥感啊 對啊 太多東西可以調了 你看像那個 變速箱啊 這個都可以調啊 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也是變速箱段數啊 這也是段數 對 避震器 循跡 然後循跡關幾段 你關幾段這個功能 我覺得就很賽車了 這個就是看開的人想要幾段啊 對啊 依照自己的喜好 就是我今天好假的 我輪胎比較爛 就讓他循跡介入多一點 他這個沒熱 沒熱胎也不敢這樣 很危險 對啊 這個退檔反應真好耶 就不像 不會有那種兵士堂堂的感覺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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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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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考Power的色差 所以這樣最後都決定 要嘛吸牛皮要嘛直接改色算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滑滑滑 不行不行 這這這這玩樣具要買下來 我大概只踩了幾層 應該有個七層而已吧 可是這個其實推力就滿大的 對因為這個 媽我踩七層 你看那個雲雞真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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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覺得它變速箱是真的有比較好 可是它變速箱 我覺得變速箱還是比較優 嗯 它這個在移動 這個聲音真的好聽耶 渾厚 而且是非常兇的那種 而且它渦輪的聲音也超明顯 我覺得像這台車啊 你說必保坐到149 對149 我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耶 因為它轉向又強 煞車又強 對 加速又快 然後輪胎又寬 對 基本上它想幹嘛就幹嘛 就是一台 我覺得是公路賽車的感覺 就有一種 你又能拿它怎麼樣 這個 而且它真的在 在路面上的行駛 又很穩 像我今天做副駕 我都可以感覺出來 這車的穩定性超棒 而且很紮實 它比GT或GTS 它的紮實感 我覺得是升級的 為什麼 這車開著會很自信耶 嗯 就是會覺得 全部都 能控制的感覺 都能掌控的感覺 現在譬如說你路過這種坑洞的感覺 我連坐在附近 我身體的體感都可以明顯給感覺出來 我黏了坑身或什麼的 都很棒 我覺得車子回饋感超紮實 你有沒有發現這台車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對耶 內裝 對啊 它不會GTAGTA的 完全沒有 可是以GTR來說 它也已經把很多國必要的東西去掉了 嗯 對 它原廠出來的時候 它就 像那個電動椅啊 然後有一些什麼塑膠 那種GTAGTA的 全部都沒有 而且都變成這種 這個都原廠看線位的 對啊 欸其實開這個車我覺得還是 還算 就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跑車 但是你不見得 不懂車的人不見得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車頭我還是沒有很習慣 可是如果你開著它配啊 我覺得GTAGTA有個很好玩的車 欸它給我們比讚的 呵呵呵呵 這個讚我們傳達給車主了 如果你開這台車去配啊 你就不會覺得它車都長 是因為配重問題吧 對 你會覺得轉向就是很準 對 但是你在市區開前前後後這樣 應該就是說 我開小老虎移車的時候 是移的滿好的 對 應該就單純是 習慣了 對啊 我們習慣不習慣而已 對啊 因為像我自己在開 你看像GTR 像M4這種 也不要說車頭有多短 可是就是 就習慣了 自然就開得很帥啊 對 一般那種叫跑車的長度 所以我在開這台的時候 會稍微小心一點 不會說把那個 極限抓到很近啊 或者 剛剛在試車的時候 雖然它循跡會介入 但是我還是怕說 幹 這車假如我給它吹下去 會不會循跡介入也沒有用 好 就是太偏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看看這個車主 用不願意在我跑個山 奧斯利寶 他有沒有機會 體驗看看 對 一起去看他開車 應該真的是很猛 跟他開過車的時候 說這個車主很厲害 他們在給我開這麼慢 我要發火囉 對耶 其實你今天怎麼沒有入怒證 因為這不是我的車啊 但我時候真的就受不了 你就看到那種 速限70的地方 你看著前面完全沒車 然後好幾線道 他就真的給你開個 4、5、9 的確很多會這樣 然後你又有點超不過去 因為它兩道都有車 我覺得慢車道 還比快車道好開 我不知道大家對快車道有什麼誤解 為什麼大家都要賴在快車道 然後慢得要死 我真他媽的 其實我們的高中路的最內線啊 是超車道 就算你開在速限 譬如說速限100 你開在100零幾 後面有車上來 其實你還是要讓 就算你已經開在最高速限了 其實還是要讓 因為國道的最內線車道是超車道 我覺得現在的人真的是 你只要一匯入國道 那麼第一件事就是進快車道 然後快車道一大堆車 慢車道一台車都沒有 我每次都在慢車道加速 從中間找路走 對 不然真的是大家都覺得說 我快車道就是 我有開快速限啦 對 又不會怎麼樣 最低速限60 然後開個80 在快車道那一種 媽的你按它喇叭 靠以狼 幹做自己啊 這種人就需要那個 多到制裁者 超棒的感受耶 很滑耶 哈哈哈哈 雨天 試這種4秒多的車 好像不太明智喔 而且那個 也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 那些用路人 根本就不考慮我的感受 我的壓力超大的 因為我在開這個車的時候 因為你就知道這車寬 然後 你剛開始試這個車的時候啊 就會覺得說 這個距離不是很好抓 因為它坐的角度 又不是那一種 我平常習慣坐的角度 你就會有一種 躺著看天空的感覺 但是這車開起來的確是 連Y2C的老闆都說 這車是他開過的 他認為最好開的 冰式 今天這樣開起來 我感覺也是有 而且它的紮實感受 真的是跳脫 我以前開過了 幹這個叫什麼 小阿虎的車 這個叫GT流氓 GT路霸 基本上它想要幹嘛 你根本拿它沒辦法 就是如果它今天走 不管是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賽道 然後你高速 然後山路有的沒的 都很強 那它沒轍啊 而且我覺得GT 真的是一個CP值很高的車 因為 不要講GTR 因為GTR車價 其實還是不配 如果假設像GTS的話 你看像同樣二階 如果是M3M4 基本上就算你特調的二階 你過200以後 根本就不是這些GT的對手 他們還是會一直去 因為他們的排量就是 擺在那 車又更低 只是 我覺得也要看大家的選擇 因為 以GT來說 它本身就不是 那麼平價 就是你跟Mpower比 即使你像M3M4 M4有的都已經調到 100中間 100尾 所以其實 可是我覺得 不到100的價差 可以買到GTS 我覺得也是不錯 是這樣沒錯 但你單論CP值的話 如果你拿一下 你試下來比較 你改個渦輪 它就可以 4秒尾 對 而且變速箱也不用強化 你也不用擔心扭力 也不用幹嘛 但是相對的 你如果願意多花 這個可能 100 或是多少 買了一個GTS 不是這個 這個現在應該是要500多 500尾 那如果你買個GTS 然後你去改個渦輪 這邊弄弄 那邊弄弄 我覺得不見得 能見4 或是真的就是4秒尾 不一定啦 因為我覺得 還是有點難度 但是Mpower已經很成熟了 只是相對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像GT的話 是更全面一點 對 因為像它的彎道 或是什麼 甚至是你直線 高速的時候 你在全油門 開起來 一定會比 Mpower更穩 對 因為你看它的胎寬 就已經可以丟到335了 可是Mpower極限 295就很極限 而且你說 車子的穩定度 或是什麼 我覺得一定是GT更好 但這就看大家選擇 我自己的話 你們有看到我的選擇了 我就買了Mpower 冰1-4 冰1-4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R字 的確顛覆喔 真的不錯吧 它的換檔 還有給你的熱血感 我覺得超棒 然後啊 這個吸進度真的超高 其實這車真的 開始吸進度很高 你不懂車也知道說 這車上面還是跑車 不說超跑啦 但以冰1-4來說 它新車價也達到1000多 是超跑沒有錯 這天氣是怎麼樣 突然變暗了耶 麻煩那個老天爺幫我 幫我調亮一點好不好 謝謝老天爺 不光 不光 GTR的試駕 雖然很可惜 沒有辦法說 你可以全由我們去試這台車 體驗一下這台車 但是因為 由於這不是我們的車 那我們之後看有沒有機會 請車主可以載我們 跑跑山路 或是下下賽道 那高速的話就不用了 但是可以一起跑一下 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那這樣吧 好 那喜歡看什麼題材啊 再跟我們說 澳門的副頻道也開了 有空可以幫我們去訂閱 按讚一下 今天上的影片都很精彩 會越來越好笑 也有一些 我覺得蠻酷的企劃 很有趣啊 神經大條的 東西也會越來越多 好 那喜歡再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想看什麼再跟我們說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今天我們開放了一個 讓粉絲體驗的活動 我們等一下就來決定 誰要坐誰的車 力 earthquake 很容易 不要我了嗎 快快快快告 J mint 1 2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